今天晚报封面故事 我们来算一算账 看看我们有多苦命 我们看到台湾的劳工 薪资16年来没有调账 而工时部分我们看看 工时虽然不是全台湾 全球最长是第三长 但是如果说是时薪的话 就是亚洲四小龙之末了 那么当然举个例子 现在台湾有很多工作 可以说是超时工作 像是房中业者 不但平常要加班 那么假日常常超时 也是家常便饭 还有室内设计师 明显听起来不错 光鲜亮丽 但是这个工地 监工赶工没日没夜 报竿指数破表 月薪也只有三万多 滑鼠键盘整天不离手 室内设计图赶赶赶 电脑一盯就是十几个小时 隔天要做要要简报 所以可能做到晚上三四点 办公室工地两头跑 丈量监工 没日没夜赶精度 也是家常便饭 连饭都忘记吃这样子 然后教室会睡了 可能一两个小时 顶着大太阳 十字路口九十度鞠躬 发传单抢客人 方中业一样风雨无阻 谢谢你啊 工作七小时 大概十五个小时 对我曾经有弄到半夜快两点 报竿指数破表 单单去年一年 台湾劳工工作时数 平均就有2140小时 排名全球第三 前两名分别是新加坡和香港 但台湾的时薪却是亚洲四小龙吊车尾 换算台币 台湾时薪大约255元 跟工作时数全球之冠的新加坡比一比 还不到新加坡的一半薪资 主机处最新统计 七月份劳工平均工时有190个小时 尤其像是保全或清洁类型的服务业 工时最长 制造业不动产业名列二三名 书馆没有下班的话 当然是要比他晚下班 怎么可能先走呢 造成这样的原因 其实主要就是跟台湾的这个工作形态 也就是三个字责任质有关系 可能被迫要这个无形中来加班 造成工时的这个无限的一个延长 抢钱拼命做几乎是台湾大环境的整体现象 只是跟其他国家的薪资 工时比起来 台湾劳工还真是有够命苦 好廉价 众议新闻呼吸人林轻易台北采访报道